是不是炒股嘛 我沒有講 柯文哲說的 是不是有證據呢 我不敢說是證據 因為我說過了 現在你要去查這些公務人員 或這些民進黨的官 不管是大中小 高中低 或是明代 不管是地方的 中央的 你要去查他有沒有高端股票 你根本查不到 所以各位 昨天蔡總統說 我查過了 這個中央政府裡面都沒有人有 他都在騙你 你要查什麼 我想請問一下 你身邊或假設某某官員 昨天買今天賣 你查得到 我有查到財產申報 他的財產申報可以隨時update 每一秒鐘都更新 讓你知道他昨天買高端今天賣高端 你查得到 你在唬我啊 在騙誰啊 你的查就是 陳輝文 你有沒有買高端 沒有 他說沒有 那個哥 你有沒有買高端 沒有 哥 你有沒有買高端 你也沒有 這就是他的查 去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總統府裡面這些高級官員 高層 上一次的財產申報拿出來 看一看有沒有高端 沒有 沒有 你真的 你這當我是智障啊 我就說了 那一本財產申報資料 他沒有辦法 24小時 每一秒鐘更新啦 胡說八道啊 你查什麼 這事情才被質疑幾天 你立刻查完了 從總統府到行政院到各部會 到農委會 到陸委會 到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到你黨中央 你所有民進黨的公職 你全部查完了 地方政府 官員 立委 議員 里長 你全部查完了 你敢告訴我 你全部查完了 然後說沒有人 沒有人有高端 你騙 你騙誰 來 昨天我告訴過你了 這個證據讓大家嚇了一跳 我看昨天我們留言的朋友 非常有感 大家說天哪 你怎麼找到這個東西的 我再跟大家說一次 因為昨天可能很多朋友 沒有看到 這是最後面講的 我再說一次 節目今天是到11點 兩個小時不要離開 來 這算是正常發揮的獨家 因為沒有人發現 但我就發現了 因為我很無聊 我的神秘搭檔跟我 都用英文去查 用英文查你就查得到 因為這一篇 它是英文 它在 台北 Times 你知道生技公司很高端 他們都要用英文來發布消息 這個 太不寫中文了 但是 我的英文不擦 所以我們就把它翻譯出來了 高端 在今年 來看這日期喔 今年 2021年的 1月8號 1月8號 今年的1月8號 還沒過年喔 還沒過年喔 禮拜五 來 它發了一個 這算是這個報告啦 一個聲明 一個說明啦 那這裡頭提到什麼呢 它這裡頭提到 高端 我們現在開始第二階段 候選疫苗的試驗 預計六月底前 要申請藥物的緊急使用授權 高端在今年的1月 就告訴你 我六月底要申請 然後從 這不只三月啦 大家回去收一下新聞 陳時中 不只一次 講說六月高端會好 本來預計八月 希望可以提醒到七月 不只一次 你去查 更直白的 來 五月 蔡總統 直接告訴你什麼 國產疫苗7月上限 高端厲害 今年1月 連個毛都沒有啊 我昨天告訴過你了 他今年的3月 還在針人啊 他說做事件沒人啦 65歲以上沒人啦 今年的5月12號 第二期的人都還沒滿啊 陳時中還幫他說 來喔 歡迎65歲以上的 趕快來喔 趕快來喔 但是他卻在今年的1月 就放話說 他六月底要申請 藥物緊急使用授權 然後陳時中蔡總統 最近不斷的告訴你 七月 我們希望提醒到七月 希望提醒到七月 七月要上限 七月要兵移打 那什麼時候要緊急授權 當然是六月嘛 而六月這件事情 早在半年前 高端就跟你預告了 我沒有說什麼各位 我只是說 好巧喔 高端半年前講的是 現在我們的蔡總統 跟陳時中部長 正在幫他實現 聽懂你的意思了嗎 我沒有說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講喔 我只是說 就是高端可能就是 你知道 未卜先知 做夢夢到 夢到了有兩個 一男一女的兩大天神 走進他們公司說 五等跪下 然後高端所有人都跪下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們好好的努力 六月就給你們緊急授權 七月正式上限 台灣人通通都給我打 然後夢到以後 他出來講說 我六月有神機 有指示 我六月要申請緊急授權 然後兩大天神就出來說 七月要上限 我真的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說 半年前高端的規劃 現在總統跟部長 正在幫他實現ING啦 這第一個 那當中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不能亂講 讓他叫去關 來第二 來 今天新聞告訴你 就在某一個特別的時間點 某一個很特別的時間點 有五億啊 將近五億的錢啊 買了高端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有沒有問題 來我們先來看 在中國信託松江分點 這個地方 來 五月二十四號 有人買超高端股票二十六張 多買 二十六張啦 買進來比賣掉的多二十六張啦 其實我不曉得什麼是買超 後來上網查的 原來是 我買進來一百二十六張 我賣掉一百張 多二十六張 就叫買超二十六張 就多買了 五月二十五號 買超六十八張 五月二十七號 買超六百四十九張 五月二十八號 買超三百六十六張 根據市值估算 一張大概是三九三 三百九十三啊 所以一千多張 大概四億多 換句話說 有人在五月二十四 二五 二十七二八 大量的入場去買高端的股票 投了四億多台幣 而且都在同一個地方 中國信託松江分點 有這麼巧的事兒 他買就買啊 現在也跌啦 但是各位 他是三十一號開始跌的 可你別忘記了 在他買完之後 的隔兩天 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來 五月三十號 疾管署 跟高端簽約 要買他的疫苗 高端在同一天的傍晚 也立刻公告 疾管署跟我簽約了 我的疫苗 國家要跟我買了 我也沒有講什麼啦 就是很巧 跟前面一樣 好巧 五月三十號要簽約 簽約前幾天 有人砸了四億多塊 五億買了一千多張高端的股票 至於後來為什麼會跌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覺得 好像有內線耶 他好像知道 五月三十號要簽約 所以我二四二五 二七二八 死命的買 我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說 好巧而已 我只是說好巧而已 我只是說好巧而已 真巧 好真巧 再來 再來 各位 高端啊 這支股票 什麼時候開始被質疑 各位我們今天到十一點 不要現在我跑掉喔 很好 快四萬了 Good 留好 今天到十一點 什麼時候開始被質疑的 大概就上禮拜開始嘛 質疑聲浪很強烈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做事不要太離譜啦 不要太離譜啦 我先跟大家 這個演個小劇場好了 比如說我拿一罐水 藏在我的口袋裡面 然後昏仁哥說 王政你是不是偷我的水 那我這樣 蛤我 我 我沒有我沒有偷水 我沒有我沒有有沒有 水原本在我的口袋裡面 在水 然後昏仁哥說王政你偷我的水 沒有我沒有偷你的水啊 我沒有我沒有偷你的水 不就是這樣嗎 你炒股 他立刻跌給你看 是不是 5月30號 清約 好啊 長成這樣炒股 他5月31號 6月1號 使命跌給你看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被炒 我沒有 我沒有 你真的是侮辱我的智商耶 這裡面很多陰謀論 很多人說 是什麼大戶怎樣閃戶幹嘛 我跟你講 我簡單粗暴 我的思考邏輯簡單粗暴 5月30號以前 有人還在拚命買啊 是哪一個白癡會拚命這樣子買啊 就是覺得會漲嘛 我趕快買嘛 結果質疑聲量越來越大了 一定是有人講說 好了不要再漲了 現在被質疑了 先裝一下 先乖一點 先疊 要賺以後再賺 然後零疊兩天 我再演一次 水 偷 藏起來 王政偷水 我哪有偷水 你不要亂講 我沒有 你看不信你收 我沒有偷水 就是這樣 沒有那麼多陰謀論 簡單粗暴 說你炒股 說你會繼續漲 你立刻疊給大家看 要證明我沒有被炒 你真的是 好 這 這是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再來 開始跌了對不對 開始這個跌之前 我們實際上回到跌之前 我昨天說了 我們這個家喻委員 我覺得他說得很好 政府要清查 是不是有人持高端股票 趕快去查 他才講完 高端立刻跌 對不對 他應該是5月可能29或30講的 然後5月31高端立刻跌 跌給你看 跌代表什麼各位 來這邊 跌代表什麼 跌代表很多人賣嘛 所以蔡總統查不到嘛 合理吧 政府趕快查 政府要查了要求我 政府不要查誰偷水啊 趕快把水拿出來 都放在桌上 我沒有偷 然後總統說 好快去查 誰身上有水 大家都沒有 你先丟掉 臨起來了沒有 魏普先知 總統跟部長 正在幫高端實現他的承諾 有人在30號清約之前 買了4億多的高端股票 正在被質疑在炒股的時候 他立刻跌給你看 立法委員說要查 他立刻跌 表示很多人賣 然後蔡總統就說 我都查不到 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嗎